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 國立七月二零二零的十二月 蜀馬的生效 好 蜀馬在這個月剛好是當旺月令 而且他也是今年流年的正聰 既然是旺又是聰那怎麼處理 這個蜀馬的運勢呢 我們來先看一下 因為有正做的時候 運勢是會轉運的 那正聰也是會有一些比較不好的事情 所以呢 要跟大家提示的就是說 蜀馬的朋友呢 在今年剛好水克火年 在這個月所有的行事風格呢 都要稍微小心一點 尤其呢 最近呢 跟家人有關的事情 比如說家庭啦 兄弟啦 父母啦 姐妹啦 或者呢 包括我們的子女 還有我們的夫妻之間的問題 要特別小心 因為呢 水星逆行到巨蟹座 其實他逆行是兩天兩天兩天 那所以呢 巨蟹啦 獅子啦 包括處女座啦 他就是這樣這幾天當中呢 跟家庭比較有關係 那當然我們現在六月份呢 進入了七月的時序也到了巨蟹座了 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要特別注意 前兩天是日環時 那是195年以後才會再看到一次 那也代表說在今年呢 所以是一個很特殊很特殊的牛年 那我們先講講呢 屬馬的 屬馬的呢 在這個月當中呢 其實七月一號到七月二十呢 是在農曆的五月份 那七月二十一號到七月三十 是在農曆的六月份 所以呢 七月二十跟二十一 剛好他在交接 農曆的五月跟六月之間 今年呢 運勢上呢 你在這個月當中呢 你有兩種不同極端的事情會發生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呃 鸚鵡序三合 比如說你在上半年 上半個月的時候 七月一號到七月二十的是 鸚鵡序三合 財星落在諸的公位喔 財星落在諸的公位 那六合呢 是你的位 就是羊 六合跟羊六合 那另外的話呢 你的貴人呢 是新年出生 尾數是零的 民活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諸如此類 那但是呢 如果是西元利的話 要加一九一一 比如說你的貴人是新寶 那他是四十年次 但實際上來講的話呢 他就是一九五一年生的 加一九一一 這樣大家會算 好 因為我在節目中一直都在 在講十二生肖的時候都在教大家 希望你們不要忘記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堆貴呢在寶跟氏 所以兔子跟蛇是你的貴人 另外的話呢 長生在乙 所以呢天干是乙的人呢 比如說尾數是一九五五啊 這種都是在今年運勢 在這個月運勢上會比較好的 乙的話呢 比如說乙年出生的人 那乙年天干乙的人呢 運勢健康上更好一點 這個月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還有一個呢 秉年出生跟悟年出生的 都是你的貴人 好 什麼叫秉年出生呢 比如說秉隱啊 秉武啊 秉序啊 這種都是天干屬秉的人呢 都是你的貴人 屬馬的貴人 那悟的話呢 比如說 悟五年啊 或者悟序年啊 或者悟子年啊 這一類的也是你的貴人 他代表是天干 秉跟悟是代表的是天干 所以天干是屬秉跟悟的人呢 你要跟他多合作的話 運勢就會變好 好 那因為是你的貴人嘛 堆忘在子 你的妾衣公有一個忘氣 所以呢 你要經常外出 不能天天待在家裡 現在解封了嘛 當然我們還不能到國外去啦 到國外去 麻煩了回來以後 還要再關十四天 所以呢 遷秉公也代表什麼 比如你可能到中部啊 南部啊 或者到什麼花蓮啊 花東一旦 你在台北的話 你就去了遷移的地方 那忘氣就會忘 那代表意思是什麼 叫我們出外走走 好不好 因為如果你工作沒有在那邊的話 就要外出走一走 比如說你人在台北去淡水啊 也是外地 因為那是新北市 那如果你到宜蘭啊 花東啊 花蓮台東一帶也算喔 比如說你到這個台中啊 嘉義啊 這些都算 台南這些都算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進入在奎年出生的人 所以呢 堆入在四 所以屬蛇的呢 這個月也有堆財的意思喔 好 堆馬在三 好 那馬上封喉 屬喉的位置呢 是要動的 所以也代表說 你在這個月當中 你越動越有錢 你要去做一些人際關係啦 或者呢 去洽談業務啦 那這個月對你來講的話 是應該不錯的喔 而且呢 你比較容易有得到好運的機會 得到好運的機會 因為運氣還算蠻旺的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呢 你這個月最怕的就是什麼 有一個屬牛的是你的山煞 那當然呢 正聰就是子跟丑 子跟丑就是老鼠嘛 老鼠跟牛是你的正聰 所以呢 但是你自己因為屬馬的會有行客 所以呢 也有三行星 好 那講解到這麼多的時候 也代表說什麼意思呢 就是告訴你 你有好有壞喔 並不是全部都好的 有壞的部分呢 可能就是 呃 花錢啦 呃 可能什麼東西 冷氣壞掉要修啦 又要花錢啦 啊 或者冰箱又漏水啦 你又要花錢啦 或者呢 車子也有點小問題啦 你又要花錢啦 就是 諸如此類的事情會比較多一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的事業運 在事業上面來看的話呢 應該說 你在這一週裡 呃 這個月當中呢 應該要好好地把握 緊緊抓住好的機會 然後打開呢 齁 這個機遇的鑰匙 齁 邁向齁 這個成功大盜之路 但是呢 也有讓很多事情呢 你可能在眼前看起來很好 但是卻抓不住喔 就感覺上有點措施良機的感覺 你會想做那件事情 但是呢 那件事情它不跟你 沒有辦法跟你miss起來 所以呢 你這個機遇就會跑掉 所以呢 應該在這個月當中呢 呃 就像是 有一點呢 呃 物理看花 看起來很不錯 但實際上要摸的時候 卻摸不著 有這種感覺 然後你會覺得非常的累 為什麼呢 因為有正衝嘛 所以你會呢 日以繼夜為了工作呢 非常非常的勞碌喔 而且非常忙碌喔 應該說我們身處在這個 複雜的社會當中 尤其在今年 環境並不好的當中 你會加倍的累喔 所以你會肩胛骨 痠痛啊 諸如此類都來了 好 那另外的話呢 貴人多不多呢 我們先講一講 等一下會告訴你 好 這個月當中呢 基本上你就是酸甜苦辣 你都會嘗到 呃 錢也要付出去 然後呢 呃 比如說你在進貨的時候呢 比如說做生意的這個月當中 進貨你要非常謹慎 呃 多三思而後行 不要急著 就是下了訂單以後後悔莫及 那另外的話呢 你有點坎坷 前面有 總是有一些碎石 讓你走起路來 癲癲潑潑的感覺 你沒有覺得說 欸為什麼這個月當中呢 我 我的運氣雖然看起來不錯 但實際上來講的話呢 走起來還是有點那種 顛簸的感覺 你有越不過去的無奈感 會蠻強的 尤其是在團隊的合作上面呢 你也有點阻礙 為什麼呢 那些時間呢 總是不能跟你配合的人很多 另外的話呢 有很多事情會延宕喔 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所以你必須有很多事情喔 當然我也不希望你親力親為 但是也沒有辦法 很多事情必須親力親為 那這一週 這個月當中呢 謹慎保守為安喔 不宜做大投資 所謂的大投資 比如說買房啦 買股票啦 甚至呢 你換個Benz啦 賓市啦 賓利啦 這種叫大投資 或者買一些什麼 你沒有看得見的一些什麼 基金啦 甚至呢 買一些什麼虛擬幣啦 這些都是大的投資 要小心喔 而且呢 賺錢的管道 雖然不會受到阻礙 但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應該說不太適合 太快速的去簽約 你所有的簽約都要特別小心喔 否則你會很麻煩喔 莫管他人嫌是最重要 別人家那些狗屁刀刀的事情 或者人家的事情 你就不要介入 在職場上面也一樣 你在職場上面 如果介入人家太多事情的話 是非不早自來 口舌糾紛難免 甚至有時候會讓你大打出手 會很麻煩喔 還有別人家庭的事情 也不要做太多的意見 然後呢 另外這個月當中呢 不宜做酬庸分贓之事 很多公務員啊 在這個月啦 想說 反正我拿了沒有多少錢 結果就被拆穿了喔 公務員是不能貪污的 其實在職場上面 每一個人都是一樣喔 如果貪了污以後呢 你被抓到 可能就是要吃官司 他可能還不只要去坐牢喔 所以要特別注意這些事情喔 另外呢 還有你已經到手的業務呢 可能被吊爆了 那特別注意喔 比如說 人家就半途攔截 那所以呢 還沒有簽好合約的 還沒有做好的事情 你千萬不要呢 大肆的囂張喔 去告訴大家 這樣你就不會太麻煩喔 財心落在租的公位呢 也代表什麼呢 租的公位是你的仆役公喔 所以呢 這個財心落在仆役公 你跟朋友之間的錢財 往來要特別小心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如果借錢啊 或者跟你伸手要錢啊 從來都不會還的人 你要特別加緊注意啦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會還給你啊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月當中 你要特別注意這些喔 跟錢財有關係的事情 另外呢 因為今年是太歲正充年 所以呢 你要把自己過得虎虎生威 這個月也是你的轉運點喔 所以好好的加強喔 用團隊力量穩定事業 然後呢 有機會盛世崛起一日天理 好不好 那也不是沒有不好的 對不對 也是有好的 如果你要徵戰海外的話呢 我覺得你應該要小心 因為在這個月當中呢 徵戰海外呢 下半個月會比較好 比如說 因為財心落在老鼠的位置就是 在7月21號以後 你會比較好一點 那也代表說 你在下半個月呢 就開始喔 錢財會收入比較快比較多 而且有大筆的淨財喔 因為千一公有的財喔 所以非常恭喜你喔 但是也要注意呢 今年在這個月當中 比如說家人分家產啊 兄弟增產啊 住此類糾紛也會蠻多的喔 比如說怎麼樣分 怎麼樣分啊 這塊地是我的 那塊屋子是我的 欸分不清楚啦 所以到時候呢 小心要對付公堂喔 好 當然呢 不要不顧情面喔 很多事情呢 不要太脊躁的不顧情面 我想呢 不管職場上面啊 或者家庭上面 你都要特別注意這些問題 跟錢有關的 好不好 那當然在理財計畫上面呢 你要打安全牌 打安全牌對你來講是最好的 因為今年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 越安全的牌對你來講是越好 尤其在這個月喔 因為你在跨五月跟六月當中 有兩種心情 第一種心情就是想說 我要快速快速想賺錢 但第二種心情就是 好吧 那我就 那我就如果賺不到錢 我就放棄嗎 不是 是要慢慢來喔 不是放棄好不好 另外的話呢 我們來講講你的貴人跟感情運喔 貴人跟桃花 那應該說你的貴人呢 其實基本上還是有的 並不是沒有 只是呢 有點高不勝寒的感覺喔 好像那些貴人呢 他沒有真正幫助你的一個跡象 所以你比較難一點 桃花上來看的話呢 有好桃花有爛桃花要特別注意喔 所以呢 桃花並不是那麼的好 應該說來者呢 是有意圖的 並不是真正想對你好的人 好 那所以你這個月的爛桃花會多過好桃花 健康上來看的話呢 我剛才講過了 因為壓力引起的失眠啊 肩骨痠痛啊 眼睛痛啊 都會有一些狀況出現 那我覺得你吃吃藥看看醫生就可以了 好 如果你還喜歡海洋老師的直播的話呢 請不要忘記了 上我的Youtube上面按訂閱喔 是免費的 我的視頻的右下角有一個訂閱欄 訂閱一下 那小鈴鐺就會出現 那按讚加分享 另外的話 這是免費的喔 好 我們每禮拜一的下午三點到六點都有直拍 但是這個月呢 因為我的工作比較多 所以我可能會改在禮拜二的時間 所以也希望大家呢 禮拜一沒有看到 到我的FB去看一下 如果改在禮拜二或禮拜三的話 你們就依照我的時間 好不好 謝謝大家囉 好 如果海外的朋友呢 需要問你的感情運勢啦 要招財啦 或者事業轉運啦 或者要增加你的業務啦 都可以上我的微信 那海內外的朋友都可以加我的微信 ASKJENNY888 好 那要算命的話呢 也可以加這個微信 好不好 另外的話呢 這是我的官網 你要招財 要忘事業 要忘桃花 要忘家庭運 全部都在這上面有 也有一些呢 比如說你運氣不好的 想找一些話煞東西 小人偉戒啊 這上面都有 請大家呢 不要忘記了 準時收看我的直播 我每天中午的十二點 或者晚上的八點 都有直播片子上傳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然後呢 如果你還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按訂閱喔 祝福數碼的朋友呢 在這個月好運旺旺來 拜拜